人來送好菜 嘿 歡迎收看人來送好菜 說話 我是潔林 我是Fred 你為什麼今天要這麼鎮定啊 因為上禮拜那個Fiona有點嚇到我 Fiona 你說你的好姐妹Fiona嗎 對 所以我今天要帥一點 沒有 我們兩個今天穿得比以往的不一樣 是因為今天有特別企劃 今天有特別來賓 今天沒有特別來賓 我就是你心目中最特別的那一個 好 好 有啦 有沒有特別來賓 有嗎 真的嗎 第二特別 第二特別啊 人模人樣 長頭髮 長頭髮 人模人樣 現在是開 他們放假第一天就來了 今天我們有特別來賓喔 而且他一直都覺得他有一天一定會紅 他自己都已經成立粉絲專業了 沒錯 而且之前還開直播耶 超誇張的 但是他開直播 就只吃東西 還很多人看了 真的假的 真的 這現實沒太制作耶 不要臉啦 真的是沒太制作受不了耶 夭壽喔 對啊 今天的特別來賓是 我跟你都不會期待 但是觀眾應該滿期待的 他們看了就應該 先講好 你們知道是誰之後不要轉台 不要把網戶關掉 今天的特別來賓是Peter Peter Peter 他今天特別打扮 因為今天完全我們的主題 就是以他來做計畫的 因為本週 本週六 本身我是不是很喜歡過這個節日 今天都是七夕情人節 七夕情人節 真的喔 好久沒過情人節了 對啊 因為畢竟你就是已經結婚 結婚的人不過七夕情人節 不過啊 不過 那又做什麼 我們只過那個 離婚青年日 不然呢 不然七夕的時候 你們老公老婆在幹嘛 沒幹嘛 沒幹嘛啊 就很平常就對了 對啊 其實你結婚之後啊 嗯 情人節這種東西就離你太遙遠了 真的嗎 真的 怎麼會台灣人一樣是 吃吃飯啊 然後過過節日啊 特別屬於彼此的情人 燭光晚餐 像我 不會 我跟你講 那天比如說像我最近 就跟我老婆在吃飯 嗯 情人節我們兩個都去吃個飯 嗯 他就開始跟我說 老公這個月的那個咖啡啊 你等一下去領一下給我 真的假的 這就是不浪漫的 這種事 這種事不是平常就可以講的嗎 為什麼要等到情人節的演講 因為我們很少會 坐下來好好講話 坐在一起吃飯 那你還是盡量不要坐下來 對啊 坐下來就要錢 你什麼好問你啊 好啦 我們一樣要先 有人說還真特別 超特別是Peter耶 我老婆說轉台 你轉啊 說不定老婆覺得Peter比你帥 有可能他最近眼睛不太好 我們要請觀眾幫我們做分享的動作 一定要知道一聽news二視力 然後下面有一個有沒有 情人節問號問號 自己做個猛的比較實際 有沒有今天就是要教大家來做情人節套餐 所以呢請大家來幫我們做一個分享的動作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你要煮什麼 跟大家就是 讓他們情人節過得更開心 可以直接走更快一點 就是牛排我們今天一定要煮五分熟 五分熟為什麼 為什麼一定要 因為有會拉肚子的機率啊 然後海鮮我們一定要干貝 所以裡面一定要生食的 大概也是三分熟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要干貝 因為通常啊 情人節這種時候 大家就會想要吃一些海鮮 尤其是男生 因為會叮叮叮叮 但是但今天Peter 幹嘛叮叮叮叮 他一個單身 他有右手跟左手啊 右手跟左手也要叮叮叮叮叮 This is your soul This is your soul OK 那他們要做什麼動作 開放留言 想要把這個 Cue我講 想要把這個Cue給觀眾啊 受不了欸 好不好 沒有 我們今天原本不是 要幫Peter公開蒸友嗎 是嗎 對啊 我以為今天的主題是 製作人很快想要讓大家笑他說 他是單身狗耶 沒有 不是 我真的原本不是 我要搞出主題了 製作人是他的室友耶 製作人是他的室友 真的假的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的天啊 他應該還滿想要搬家的 所以他一直要幫他蒸友 Peter就可以搬出去啊 原來如此 不是 那我們為了製作人 今天一定要好好做這件事情 你都不知道他的用心良果 我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們有人想要Cue一下 想要看一下Peter 我們可以隨時把鏡頭轉到他身上 對 你要介紹他 你要幫 鏡頭到他身上的時候 你要幫他介紹一下 他的身高 體重 然後興趣 好 沒問題 陳老闆 他那邊是幾級4嗎 我們是1 2 3 4 4 4級請跳 Peter Peter Peter就是剛剛在螢幕上 他那位長頭髮帥氣男子 身高 是一般女生可以接受的高度 大概173 2啦喔 172喔 23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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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重中等 不會太瘦 但是也沒有就是太壯 沒有很 對 大概是 74公斤 真的假的 Peter很幾公斤 我剛剛問Peter很幾公斤 我不會看人生的體重 64好嗎 64啊 因為Peter很瘦 我忘記Peter很瘦 他頭髮重了點 頭髮重了點 對 然後長相斯文 戴個眼鏡 長相斯文 斯文 因為我常常看他都這樣看 好 今天我們要為了他爭友 所以聊天室的大家 如果你也單身的話 想要跟Peter做朋友的話 歡迎留在留言板上面 好不好 可以吧 對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就今天公開 他說那Peter背後有刺獅子嗎 什麼意思 我後面有刺獅子啊 藍芯 你不要讓我用什麼 今天我最帥了喔 藍芯 乾什麼 我一定會記得我身上刺 好啦 今天第一道菜 剛剛講你是說以牛肉為那個嘛 祖宗 沒錯 然後一定要五分熟 一定要 但是基本上你今天教的東西 是我們可以在家做的嗎 我今天用很簡單的方式來做 很簡單的方式 非常簡單的方式來做 所以你在家裡也可以完成 但是通常啊 像我們一般人聽到五分熟 我哪知道在家什麼五分熟 我哪會分辨 沒有啦 我今天大概會煎 大概是五到七分啦 五到七分落差很大 我會教你們 你會教我們是不是 好 所以今天就是聊天室的各位 情人節的海陸大餐是單身必選 學了之後 你就可能從單身變成兩個人了 好不好 但是是男是女我就不知道了 對啊 尤其是這個月份 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很恐怖耶 沒有 要去看一下 你如果旁邊有人 你要先去 你要找第三個人來確認說 第三個人來確認說 你看得到還看不到 好不好 通常都是看得到啦 如果看不到的話 好 好什麼啦 你看他平常有沒有家裡特別多蠟燭啊 對 那可能就不是我們這個 對啊 剛剛這個 他講的很有道理 所以Peter到底是要爭男友還是女友 Peter 你要男生還是女生 能女生嗎 拜託 他說能女生嗎 你要跳啊你 憑什麼 對啊 所以是男生 我們就幫他家 都可以啦 他說但是姐愛的是夢夢什麼的 什麼東西 姐愛的是夢夢什麼的 夢夢是 夢夢是誰 夢夢誰 夢夢誰 我們這邊有人叫夢夢嗎 大哥你是不是叫夢夢 怎麼攝影大哥叫夢夢啊 那你叫姨姨嗎 慢講 所以他們兩個是 攝影大哥 不要亂講啦 趕快你叫我第一道料理啦 好好好第一道對不對 第一道料理怎麼樣 我們要先處理牛肉 牛肉 牛肉 你知道煎牛排的第一個重點 放油 錯 蒜頭 錯 開火 買牛肉 可惡這麼簡單 我竟然又沒有猜中 太多了 沒有啦 其實最重要的重點是 你一定要 要 放室溫 室溫 你不要冷肉去煎喔 喔 放室溫 然後那如果說我們買了之後 不好意思我們製作人其實笑得很開心 忘哉 他怎麼了 他怎麼了 我記得在外面是一百萬元 是一百萬元 好可憐喔 他一定很期待我們趕快煮好 我們又不是這樣 我們還是可以啊 四號金 剛剛 剛剛Brit有說重點大家記得 雖然說明天看Peter還是要看一下重點喔 重點是牛肉買回來之後要放在室溫 對 不要把它放在冷藏 沒錯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其實肉裡面有它的菌 菌 就像我們人裡面都有菌對不對 對 那我們放在冰箱的用意其實就是讓菌睡著 減少它的活動量 所以它不會腐化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在放在室溫的時候 要讓它的菌開始活化 活化 它活化的時候它的肉質會開始變軟 對 是喔 然後再來它的肉質會隨著菌在帶動 所以它的肉質也會產生比較多 所以你吃起來比較不會柴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比如說你像你剛剛說這個肉的血色不好 對 其實肉就是要挑血色比較暗 可是我們常就是買肉都會感覺 是不是要買那種鮮紅色比較新鮮呢 鮮紅色是新鮮 沒錯 但是好吃的肉其實顏色會比較深 因為它肉都會有效 裡面都會有一些酵素嘛 所以它會發酵 發酵的時候它的血色就會下沉 喔 原來如此 對 所以我們挑肉的話 我們會盡量挑比較 呃 新鮮 鮮紅色是新鮮 但好吃的肉是 比較偏暗紅色 比較偏暗紅色 沒錯 它的肉的香氣會比較夠 那你現在在做這個香料是 因為我今天比較就是在家裡嘛 我們比較 比如說去一般的超市買到的肉 但它比較會 油脂比較沒那麼多 所以我們會用一些醃料來醃它 好 所以我裡面放了蒜香粉 花椒粉 然後呢 蒜香花椒 對 我會放一點點孜然粉 孜然 這是增加它的香氣 增加肉的香氣 然後再來我會放一個小小的 糖 糖 為什麼要放糖呢 糖的部分呢 是要讓它上色漂亮 喔 上色漂亮 因為糖漿嘛 嗯 糖燒之後它顏色會變深 嗯 再來呢你放冷之後它會變脆 喔 有人要扁P的 不是有人一直說 好想看你在穿女服裝欸 你不懂啊 他們很想念Fiona 你可以希望下一次再穿Fiona嗎 是可以的啊 欸鬼月到了Fiona 應該也要再次出來吧 還是我們七月整個鬼月 你都穿Fiona的樣子來 要不然我們來一集 我們兩個都穿Bikini 請問什麼主題要穿Bikini 我也不知道 我想看你穿 你說如果是春娜就算 春娜也過了 春娜也過了嗎 春娜過了春娜是四月 當秋娜 還是Fiona好了 Fiona 哎唷 哎唷 反應很快耶 當然啊 好 我們加一點鹽吧 還要再加鹽喔 通常有糖就不需要再鹽了 可是為什麼還要再 對 鹽是直接撒在肉上 對 鹽的話呢 是因為 鹽會讓肉產生甜度 嗯 因為它會有一個效 作用 化學作用 化學作用 所以呢 鹽呢 我們要先撒 要先撒 雙面撒還是耍單面 我會先撒單面就好了 然後呢 我這時候會在這邊 開火 那很多人都知道說 其實煎牛排一定要大火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我知道 我只知道小火 好 沒關係 因為我怕它壞掉 幹嘛 沒有 因為大火的作用 其實是要讓它外面是脆的 然後可以把肉質封住 喔 但是如果說你們在家裡 用太大的火煎的時候 其實會 超一搭 不會超一搭 但是煙會非常大 喔 所以呢我們今天用的方式呢 主要就是用調味來 減少它的 呃 的一些肉質的 所以我們的火就不用這麼大 我們大概中火就好了 就中國 要不然等一下油煙會非常大 等一下人家會覺得我們 熟黑 有人問說 請問要怎麼抓鹽巴的量 鹽巴的量的話 其實你就是撒 然後你看到表面已經有鹽巴 那就夠了 但其實你要看的量其實是以 你的厚度來說 因為它這一塊肉其實算蠻厚的 對 所以你的鹽巴可以撒重一點點 撒重一點點 因為厚度比較厚的關係 厚度比較厚的關係 沒錯 OK 好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可以加一點點油 熱鍋之後加一點油 油脂的作用是要讓它外面脆化 你如果沒有加油的話 它外面比較不容易脆 比較軟一點 會比較軟 對 然後顏色也會比較不漂亮 好 因為蛋白質碰到油的話 它會產生脆度 就像我們煎蛋的時候 如果沒有加油的話 它沒辦法那麼脆 嗯 那其實肉是封 裡面有很多蛋白質 所以我們加一點點的油 好 屁辣沒有油啦 吃東西沒人了 你不要隨便要cue我們的來賓好嗎 而且你說油加一點油 結果你給攝影大哥看 這個油積水好不好 那油這麼多 還沒跟我說一點油 我只是看他在那邊一直沒事做 我覺得很煩啊 為什麼我在那邊那麼累 現在中韓大戰沒 我還要煮飯給他吃 他今天是特別來賓 有啊 騙你的啦 騙你的 騙你的 他們說需要拿叉子搓牛肉嗎 需要 但是其實叉子是最差的選擇 最差的 因為我這個已經斷經過了 斷經是什麼意思 但其實斷經的話就是 齊力斷經 你是不是不懂齊力斷經的成語 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只會講而已 那通常我們斷經 我們會拿刀子啊 刀子會好一點 我們會這樣戳它 為什麼 因為你要讓它裡面的筋斷掉 它筋只要斷掉之後 它就會比較 口感比較好 口膏比較軟 哦 懂了 那你用叉子的話呢 嗯 叉子的話因為它 我們注意看叉子齁 叉子這邊是比較粗 對 那你看刀尖是不是比較細 對 其實越細會越好 你在防止它肉汁跑出來 哦 所以用刀 刀叉是比較好的 對 刀叉會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我們再 兄弟齊心齊力斷經 然後有人跟我說兄弟 前面一句是兄弟同心 好 現在我們 到底是 他們是不是比我還笨 我還覺得我已經夠笨了 怎麼會這樣 很有一點 好 我們這時候把 下去 哇 你這樣翻 翻過去之後 發現那個肉真的很厚耶 對 很厚啊 然後我們 我們要讓它吃點油 我們要讓它油 如果你這時候有重物的時候 壓重物會更好 壓重物 壓重物 讓它平整的躺在鍋子上 會更好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灑一點鹽吧 對 那你灑這個鹽 是剛剛沒有灑那一面 對 嗯 然後有人問說你這麼厚的肉 是去哪裡買的呢 好 去美式大賣場 咖子 咖子什麼的嗎 對 OK 好 我剛剛有點著火耶 我有發現 對啊 當然會出來 傑林踩在牛排上面 那我不就 傑林怎麼會是重物呢 你們到底會不會說話 誰說的 就是 難怪你們是單身狗 對啊 正式客戶 你哪是重物 我說重物 重物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你們我就詛咒 你們一輩子都自己吃 情人節料的 可惡 所以我們一邊煎的時候 要注意到什麼 一邊壓它有沒有 要一邊壓它 OK 有人問說請問斷筋 是兩面都要斷 還是像你剛剛斷一面就好了 其實斷一面就好了 但是其實要看你的 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 專業的斷筋器 它是由三排 非常薄的刀片 去組合的 那我們通常是用一面 然後再翻一面 那因為我們的這個刀子啊 它的面積比較大 所以我會建議用一面就好了 好 來 我們翻過來 看那個底盤焦焦的就可以翻面 對 翻面 OK 然後翻面之後呢 來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地方 因為它現在有受熱對不對 對 我們把我們剛剛的調味 調味 放上去 放上去 均勻的灑嗎 均勻的灑 好 有人問了一個很難的問題 說 它說我是左撇子 可以用左手放肉嗎 我來想想看 因為你剛剛是示範的右手 那可以用左手嗎 我覺得左手它會影響肉的口感 跟它的 因為你放的入鍋角啊 跟右手的入鍋角是不同的 不一樣 角度會不同的 所以我覺得左手還是不要 盡量不要 還是用右手 盡量放右手比較順勢一點 OKOK 因為入鍋角會影響到它受熱的面積啊 對嘛 對嘛 好不好 左撇子從現在改 改成右撇子OK的 剛剛的鹽會吃進去肉裡面嗎 會 它受熱之後會融化嘛 對 它就會往下 要中火喔 要中火喔 像現在這個程度是不是已經有五分熟了 沒有 完全沒有 還沒有 它怎麼看 我都看不出來 它明明就已經焦掉了 我等一下教你看喔 好 好 你剛剛我們 越熟的肉啊 會越軟 越熟的肉 不 越熟的肉會越硬 越硬 那越深的肉呢 會越軟 你就記得這個重點就好了 然後完美的肉的彈性呢 完美肉的彈性 你只要記得是像嬰兒一樣的肌膚 我通常都是跟她講說 18歲少女的肌膚啦 但是 我是不太懂啊 但是它都已經焦掉還這麼燙 我要怎麼感受它是不是18歲 來喔 注意看 它這樣子 這個軟度 挺辛苦的 是不是很燙 不燙不燙 這個軟度啊 你看它的彈性有沒有 你有看到它的彈性嗎 有有 這個大概2分而已 這個大概是我水腫的時候的樣子 你看它不會彈有沒有 因為它壓下去 水腫就是壓下去會白白的 有沒有 大哥你拍我腳啦 我今天什麼會水腫成這樣 你看 有沒有白白的 有沒有 這就是2分熟的樣子 有沒有 很明顯 2分熟 然後你注意看這邊 這邊是不是比較有彈 比較硬的感覺 就是反抗比較快 這邊 有沒有 這邊大概就是3分 這樣就是3分喔 對 好 然後我們現在移 因為我們現在 下一個動作其實是要讓它 嗯 我們一開始用大火對不對 現在我們要用小火 他們說 我記得好像是壓生命秋那邊 是有這樣的說法 可是其實你壓 你說18歲的人 少女的肌膚是這邊啊 其實你壓一個生命秋 其實 對我們來說 呃 其實最標準的是用 用那個 溫度計 可是一般人家不會有溫度計啊 不會啊 可是它壓那個的話呢 它會比較有 比較有一個落差啦 因為有些人 像我就分不出來 我怎麼壓都覺得它是 軟硬度是差不多的 我只知道這邊有個穴道 好像壓了會提神還是什麼之類的 可以 真的啦 中醫師說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 差不多對不對 我們來 用蒜 對我們來用蒜頭 通常好像牛排旁邊 都會放蒜頭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讓它的香氣產生而已 好 所以我們現在剛剛把 奶油丟進去對不對 對 然後呢我們把蒜頭丟進去 可是我們奶油丟進去的時候 這樣要融的時候 要先把肉往旁邊 然後等你的蒜準備好 再丟一起 對然後我們讓奶油啊 好香喔 接觸到蒜之後 用這個油 嗯 淋 淋在牛肉上面 對 這個的作用是要讓它均勻的受熱 因為牛排如果說單面受熱的時候 對 它就會變成說 下面直接受熱對不對 上面沒有受熱的時候 下面會熟 但是上面呢還是生的 所以它肉汁會下沉 下沉 所以你整塊肉汁就會不好 嗯 那我們要讓它持續的翻面 好第一個動作 我們試試幾乎沒翻面 對 但是第二個動作 我們就是要持續的翻面 哦 讓它去吸這個油 那油的好處呢就是 油也可以讓肉質軟化 然後加上這個的油脂的香氣 會讓肉吸收 嗯 很好吃喔 你可以不要一直壓壓 然後這樣舔自己的口水 然後再壓一壓 你這肉上面都是你的口水 沒有啦沒有 四號機 還在還在還在 我以為它走了 夏威亞可以回來了 欸沒有人在留言說要跟它做朋友 目前沒有耶 唉 有人說現在一直放著不會太熟嗎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是轉小火喔 不會不會 有人說你今天好認真的在做菜 他們是不是很不會聊天 欸你就每一次都很認真耶 他們是不是看不到你的特色 他們不知道我的特色 對啊 來我們注意看它是不是膨脹了 有沒有 嗯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個柔軟度 有 這個柔軟度就是OK的了 然後呢 我們這時候 好燙喔 不會嗎還好啊 你不會說不會燙喔 不會燙啊 我有點嚇到說不出話來了 怎麼這麼燙 好這時候我們牛排 我們要先靜置 靜置 為什麼還要靜置不能吃喔 你肉啊 因為它裡面有油脂 肉裡面有油脂 所以這時候切的時候 油脂因為它受熱會變液態的 液態的 它會伴隨著肉汁流失出來 那你要讓它有點時間 讓它油脂比較凝固一點 收一點 然後肉的纖維也開始吸收那個 那個叫什麼 肉汁進去 所以我們要放冷一下再切 你這樣咬下去的時候才會 有汁流出來 在裡面爆發 不會切了之後 它是 留在牌子上面 太浪費了 然後這時候我們來做一點配菜 配菜 配菜是洋蔥 洋蔥 洋蔥不用炒嗎 我要用這個的 我要用剩下的奶油 我要用這個的 用這個鍋子來做一點醬 做點醬 做配菜啦 哇 Hitor好幸福喔 對啊 好像可以吃耶 有人可以跟我講一下 中韓大戰現在怎麼樣嗎 中韓大戰喔 現在如何了 欸今天是看哪一類啊 棒球 喔棒球喔 黑的 Peter 4號雞 來收盤子一下 喔好 謝謝Peter 今天也是一下爽一下都不爽 欸Peter 沒事 你不要耍它啦 沒有啦 有人說最後這是幾分熟呢 這個大概五分熟 五分熟 目前三比二落後 是不是沒心情做了 有一點 隨便做好了啦 我們等一下那個 那不然你就叫Peter吃這個好了啦 就吃巧克力醬好不好 你覺得怎樣 也是可以喔 來我們把它 我們鍋子裡面 因為它有一點點肉的香氣在裡面 因為有奶油的香氣在裡面 所以我們這時候把洋蔥放下去 是不是餘溫嗎喔 小火 現在是小火 然後那個洋蔥大概切半顆嗎 半顆就夠了啦 半顆就夠了 但是我想要多切一點 好 六上輸一分 有機會啦 我們還是有機會的啦 這個刀真的看起來超好切的 超利的啊 對啊 好恐怖喔 好 平常如果你們自己做的話 就是半顆啊 Fred說他想要整顆這樣子 對 因為它這個很香 他們說要不要請Peter坐在餐桌 然後一邊抱棒球比賽 可以喔 叫他當主播對不對 對 對 可是Peter懂棒球嗎 我不知道要問他 看他的樣子 四號金 葡萄你懂棒球嗎 懂棒球嗎 其實不太看 看前面 看前面啊 懂不懂 不懂 他不懂棒球啦 那你懂什麼 睡覺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睡覺 皮特這很無聊 很難聊天 我們在幫你蒸油耶 對啊 有人問說可不可以交那個 有關那個松阪豬的料 松阪豬 好 我們會把它記下來 下禮拜我們來嘗嘗看 要不要再做 松阪豬 哇 這個 剛剛那個剩下的醬料 那個奶油 加肉的香氣 這樣子炒那個洋蔥 看起來好好吃喔 對啊 然後我們等一下呢 再加紅酒去燒它 有人問說可以加鳳梨嗎 可以啊 你想加什麼都可以啊 蛤 為什麼 因為做菜沒有局限啊 但要記得喔 就是盡量不要加番茄 因為有人有一次加番茄 他的菜變得很難吃 我沒有說誰 他在那一次輸了 輸給了我 不是輸給你 沒有輸給我啦 沒有輸給我啦 輸給番茄 那洋蔥大概也是要炒到透透的嗎 還是 我們把它炒到透明啦 然後這時候我們加一點點的 紅酒 這是什麼酒 哇 紅酒喔 那如果家裡只有白酒可以嗎 盡量不要 因為牛排會比較大 那如果有一些年紀大人 想配高粱可以嗎 那就煮火鍋囉 火鍋裡面加高粱喔 麻辣鍋配高粱超搭 你說倒在裡面 沒有啦 邊吃邊喝啦 嚇我一大跳 我想說真的假的 有這種吃法 那洋蔥現在加 吸了紅酒之後的味道是什麼啊 沒有 我們現在要讓洋蔥 吸收紅酒之外 我們還要讓它 那個 哇 這個酒氣好重喔現在 紅酒 紅酒它變成紅酒膏 膏所以要讓它有點像收汁這樣子嗎 對 收汁 對 那我們這時候把它移到 把它移到這邊來 然後我來做海陸大餐的另外一部分 欸 剛剛問你說左點的右品質還要問說冰箱只剩啤酒可以嗎 其實啤酒喔 我覺得這不行 如果是 對啊 你能去買玫瑰紅嗎 對啊 對啊 是的 是的 啤酒也是可以的 他們說4比2啦 啊 啊 不要吹啦 有人會說不喝酒可以跳過嗎 可以啊 你就直接炒一炒 直接放上去就好啦 對對對 也是可以的 但是 如果你今天不是單身 是有情侶的話 當然是加點酒啊 各位 不加酒你可能會後悔的喔 我說情調 情調的部分 好 這時候我們來準備那個 什麼 海鮮的部分 屁啦 我去拿 我去拿 我張開了 他坐在那邊你們好歹 也給他杯子裡面裝飲料 他杯子裡面也是沒有飲料 就是空的 也太可憐了吧 這是我的嗎 欸我們的海鮮就只有這樣子 夠了啦 這樣子 我們的預算金也太低了吧 欸 這一顆你猜多少錢 一顆干貝跟一個炒蝦 這一顆你猜多少錢 70 大概快100塊 我們今天預算也太低了吧 哈哈 你說一顆200我就認了 所以說海鮮是隨意自己配 比如說我想要放魚也可以 也可以 OK 好 那我們先把蝦子開背 有一個叫Daisy的說廚師好帥 再一次三號機 再一次三號機 拉遠 這是最遠的 拉近 拉近 拉遠 拉遠 拉近啊 後退啦 來囉要跟上喔 你到底有沒有跟上 你又跟他講要怎麼跟我 我都聽不懂要怎麼跟了 你上次不是有跟到嗎 有嗎 有啊 上次是他嗎 上次是 有啊 有嗎 是嗎 是啊 來我們把那個 這邊有一個 腸泥把他挑掉 把那個蝦子的不好 不好的東西挑掉 我們來擦一下 有人說不愧是上過 我今日我最帥 誰說的 又是男星對不對 是 不是 是清紅 是 清紅你跟男星可以當好朋友 我發現 他們說有沒有 有人說要不要看一下 上禮拜的廚師 不要 Fiona Fiona是Fred的姐姐 妹妹妹 有人說 請問廚師你可以專心做菜嗎 還不是你們在Cue 他本來很認真 然後他們就說 我Fiona今天好認真喔 醉耶 真的是 有人說 需要讓酒精可以揮發掉嗎 需要啊 需要 所以不是現在讓它揮發 我們現在就是要讓酒精揮發 然後讓它收汁之後 我們還要再加其他東西 OK 那我們這時候呢 我們的干貝呢 干貝 我們上鍋子對不對 對 乾淨的鍋子 冷鍋我們加奶油 冷鍋 為什麼是冷鍋加奶油 不是熱鍋 因為我們要讓奶油燒到它 有一點點堅果的香氣 燒 什麼意思 奶油大家對它的印象就是 你一直燒它 它會焦 對 可是在焦之前它會有一個 香氣 香氣在 然後它會呈現金黃色 那我們讓它那個金黃色的香氣 跟它的甜度來帶出 干貝外面的焦糖 干貝的甜度非常高 然後干貝的水分也非常多 所以干貝最怕的就是 過度烹煮 所以它的纖維會變得很粗 有人說乾淨真的好美 來個網美的pose 我要哪一機 我們一起 二號機 二號 嘴巴違章 嘴巴違章 還有嗎 還有別的嗎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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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要在旁邊用鬼一樣 剛剛那個 然後我們這時候加一點點的 這是什麼 這是黑醋 黑醋 黑醋 一般的黑醋就好了 一般的黑醋就可以 加這麼多 沒有 這是比較高級的 好 加黑醋為什麼呢 好 注意聞現在是聞到那個 嗯 聞到了 奶油香 然後放進我們的干貝 放進去之後呢壓一下 壓 對 為什麼要壓啊 讓它焦焦的嗎 對 你要讓它表面可以 變得很漂亮 陳柏廷經問第二次說 主持人可以專心主持嗎 到底是誰啦 陳柏廷 主持人 他是說你 是嗎 是說我嗎 我是廚師啊 好 我現在很專心 這時候是不是就這樣 劃分對不對 OK 那我剛剛有問你 為什麼不回答我 為什麼那一鍋要加黑醋 哪一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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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鍋 為什麼那一鍋要加黑醋 因為我們要讓它那個啊 哪個 呃 有點酸酸的啊 有點酸酸的 然後一點點香氣啊 可是紅酒加下去就是酸的 為什麼還要加黑醋 這樣不會很酸嗎 對 我加醋了 這樣很酸很糖 蛤 這樣不會很酸嗎 不會不會 它其實不是黑醋啦 好 它是一個很高級的sauce啊 叫做wish to sauce 我是不care啦 那我問你喔 剛剛有人說 如果它旁邊那個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很專心的主持 我問你剛剛那一鍋呢 有人說如果不加紅酒可以嗎 你說可以可以跳過嘛 那它不加紅酒的話 它還需要加黑醋嗎 它也可以不要加黑醋了啦 說實話 它就是都不要加 就是直接炒一炒 然後就把它洋蔥上鍋就對了 對啊 OK 對啊 你就是變成 就很無趣啊 我真的是很懂藍心耶 就洋蔥 他說那一鍋不能加紅酒醋嗎 可以啊 你想加什麼都加什麼啦 對啊 來喔 我們干貝好了 干貝好了 因為干貝不可以太熟對不對 對 你覺得它烹起來有沒有 這個時候裡面大概是3到5分熟 它也要3到5分熟 好 那有人問說干貝跟炒蝦也是美式賣場買的嗎 這個不是 這個是去比較特殊的 菜市場跟阿姨買的 沒有去比較特殊的 特殊的什麼 的攤販去買的 攤販是什麼意思 那個攤販平常是8加9 比較特別 沒有啦就是我自己有在配合的 你自己有在擺攤 配合的那個供應商 OKOK 比較厲害就對了 對 它進的東西比較特殊 他說為什麼 它進製牛排會肉汁移除 是因為溫度太高嗎 不是 因為其實你 它裡面有油脂啊 然後它沒有加點油再上去 它其實都會 都會 那我們 其實你再怎麼放它都會油 但它這個是油 它並不是肉汁 因為肉汁會比較紅 OK 然後 那個有人說 煎牛排中間需要4號機 他一定覺得 為什麼要換Q4號機 對啊 剛才在想為什麼要Q4號機 煎牛排中間需要轉小火嗎 需要 也需要喔 在什麼時候 在你封完之後 因為我們有兩次嘛 第一次都不用 第一次是大火 第一次大火 然後第二次就要小火 第二次就要小火 因為火這個東西 火源是 底越大火它只會表面受熱 底越小火它的熱傳導會越快 所以是第一次是大火 第二次才是小火 對 好 現在 對 差不多了 好 我們來一點點比較中式的風味 中式的風味 這邊加一點點的醬油 可是剛才已經加醋 現在還在加醬油 對 讓它鹹香鹹香啊 鹹香鹹香就對了 鹹香鹹香 加一點點 他剛才是加一小匙喔 然後呢 他都好喜歡4號機 你看4號機在嗎 4號機 來 我這時候再加一點點胡椒粉 胡椒粉 會不會下次Peter幫我們主持 然後人數比我們高兩倍以上 一定會 他現在你看他自己在吃的時候 現場觀看人數比我們還高耶 沒有好不好 就10個人20個人而已 到底想怎樣 我以為200多個人 Peter洗一下好不好 鍋子 4號機洗一下 來 把我們道具弄到 小心燙喔 他不怕燙啊 可惡 找到我就拿正面給他 怎麼樣 現在洋蔥是什麼味道 我想吃吃看 可以嗎 我可以吃 等一下 你要幹嘛 你還要再加什麼嗎 你還要再加什麼嗎 好鹹喔 好鹹 我覺得很鹹耶 有醋 然後又有醬油的味道 我覺得滿鹹的啊 真的嗎 可是如果這個吃配有配飯的話 滿好吃的 我想問你知道 日本人會吃牛排配白飯嗎 蛤 很怪對不對 我去日本的時候呢 他們是那種高級餐廳喔 然後我就點牛排吃 他會特別給你一碗白飯 然後旁邊日本人 全部每個人都牛排配白飯 為什麼 我不知道喔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聊天室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如果知道可以告訴我們嗎 還有就是 日本人還會炸牛排 我知道 對我知道 對 那炸牛排跟一般我們這種 煎牛排吃起來的口感差在哪裡 炸牛排的話 炸牛排需要裹粉嗎 需要啊 需要裹粉喔 它就是有點像炸豬排一樣的粉 然後裹在上面去炸 裹在上面沒錯 有人說是增加保足感 原來這麼簡單喔 對不起 我是問了一個笨蛋問題 應該 吃拉麵也加飯喔 吃拉麵也加飯喔 我怎麼不加麵就好了 因為他們都會爆飯的東西 喔 那就變 喔 因為他們喜歡吃湯泡飯啊 然後也是會 比較加10塊 喔 加10塊喔 真的喔 欸 真的欸 他們說因為都是 欸 中華隊第六局上二壘 上兩壘 就二壘啊 二壘就是兩壘啊 拜託 我以前 我以前是足球隊 那個壘球隊 欸 竹尾球隊 哈哈哈哈 我以前是竹尾球隊 你知道竹尾球跟棒球差在哪裡嗎 一個是用腳 一個是用手 但是規則基本上是一樣的 真的假的喔 我很懂棒球 我告訴你們 我可是曾經要去日本 播報棒球的美少女 結果咧 被刷掉了 沒有被刷掉 因為後來我去做了大事 做什麼大事 你沒有什麼大事 就是我要考試了 沒辦法去 現在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欸 你為什麼都自己吃起來 我想吃吃看 可以給我一片嗎 上去 我來幫Peter試口感 不燙不燙不燙 一點都不燙 好吃欸 真的是咬下去真的是肉 肉的那個汁是噴出來的 然後大家看這是五分熟嗎 欸 你看這個肉的血色好美喔 粉紅色少女粉 非常好吃 少女的粉紅色 有人說他吃牛排就要吃八片 然後他會薄欸 那我還是 切薄一點啊 八片嘛 他就說八個後片 八個後片 八個後片好不好 好爽喔 Peter等一下就要自己吃這些東西喔 對啊 為什麼 為什麼 這不是應該我要吃的嗎 好香喔 好了 我們這好了 所以洋蔥是這樣放幾條上去就好是不是 差不多啦 差不多 有人說這樣根本就不夠吃啊 欸 他只是Peter 不然你想怎樣 你以為我們這些會全部給阿媽 這些我們要自己要吃好不好 對啊 傻傻的 嚇了欸喔 給他吃 真的是 幫幫忙喔 來 慢慢來 這個 嗯 可以 好好吃喔 嗯 覺得說 杰琳今天要當女朋友給Peter餵死 杰琳 他等一下會不會咬我的手啊 我要給他餵死 你沒有 會不會咬我的手我很怕欸 應該會喔 他單身滿久的喔 好恐怖 他會跟他那個女生的肉體 他可以咬狂咬這樣 加珍是什麼 為了增加顏色而已 就是好看而已啦 其實我還會再加一點芒果啦 為什麼要加芒果喔 比較好看 喔 你就是為了擺盤 可是中華對落後我不想理他了 欸欸 現在二雷有人喔 好不好 二雷有人 你幫Peter唱一下菜好了啦 我們故意不給他擦自己 要嗎 對 叫他手 要用手 那我要送去給他囉 等一下幫我自己跳四號機喔 找老闆 等一下我們等一下自己吃喔 十分感謝 Peter你憑什麼代麥啊 你說 Peter竟然代麥欸各位 現在是四號機嗎 是嗎 那你吃一下怎樣 喔 好好 而且這裡根本就沒有水好不好 沒有水啊 在那邊弄 趕快 我們已經幫你切好了啦 好耐熟喔 好 趕快講一下口感 難得都代麥了 說個話吧 我好常常在講話啊 沒有 你快點吃啊 怎麼樣 好吃嗎 嗯 跟我去下去 好吧 等你吃下去的時候 我幫你吃一塊干貝 你不要害我被捷運粉絲打死啦 你們怎麼都來了 不好意思你們怎麼都來了 我想說我跟 我讓Peter先了解一下 剛剛他有女朋友的時候 一起吃飯的快感 不是快感啦 不是 欸我怕我明天被封殺欸 他現在很興奮的 我跟你講他真的有快感 這個干貝真好吃 Peter我很忙 你慢慢吃吧 太可惜你了 哈哈哈哈 欸你還要回來做甜點給他吃 你在那邊 我要讓他 我要讓他那個感受一下 然後講一下口感啊 不然他坐在那邊 然後憋一個麥 那你要幹嘛 是不是 你加這個 加什麼 加這個 嗯 我覺得牛肉就是要加這個 因為牛肉它本身比較淡 所以他加了那個洋蔥 然後洋蔥跟他加了很多料 煮在一起 這樣就很夠味 這樣配白飯 真的很棒 還要配白飯 因為他們都吃不飽咩 好不好 有人說Peter今天薪水應該煎出來吧 Peter在這邊是沒有薪水的 對啊 對啊 對啊你這樣講 不行不行 OK啦 我們杰琳今天是要 穿這個服裝是要在旁邊倒酒 杰琳等一下要做 他的愛心甜點給Peter吃好不好 就是啊 拜託你們這些人 拜託 你們這些人沒辦法吃到 為什麼Peter這下不敢吃干貝了 因為我跟他咬了一口 我想說幫他嘗嘗有沒有毒 結果這個干貝還真是軟嫩 OK的好不好 來囉 我們要做甜點 對 做鬆餅給Peter吃 可Peter吃得多開心 你看他啊 你看Peter 你看Peter Peter 你好意思喔 我怎麼來幫我們都吃我而已啊 我怎麼來幫我們都吃我而已啊 還快吃完了可惡 天啊 我們要做鬆餅 準備的材料有哪些呢 這個是牛奶 好不好 我們的是香蕉巧克力鬆餅 所以呢我們材料一定會有香蕉跟巧克力 對 那我們要這個牛奶 20克 不是啊 不是啊 200克啦 200克啦 這個呢粉 大概300克 300克 對 然後 蛋需要幾顆 蛋需要兩顆 那我要先把它打散 Peter 幫幫打 你就要打 你就要進來打 吃 Peter還一個吃 快點 對 Peter 我要打兩顆蛋 好 幫我打散一點喔 是 因為沒有碗耶 這邊 這邊啊 用這個打喔 直接打喔 可以了 可以了 Peter 你很會 很會打蛋耶 人生唯一的專長 喔 他的專長出現了 打蛋 所以是喜歡打蛋的各位單身女子或男子 打散就好嗎 對 打散 現在是這位就是要那個 聯誼的Peter 他在示範他最厲害的地方 打蛋 如果你覺得 你很欣賞他這個打蛋的技巧 覺得他打蛋 真的打得實在太順了 而且他有技巧了 臉又長得帥 沒有我們不帥 最欣賞他的長頭髮的話 歡迎來信 你注意看他的手多巧啊 唉 巧 快 喔 是 是 是否也是 很會打啊 OK 好 這樣打夠散了 那我們的專線在哪裡 專線不用 直接留在留言板 交友專線在這邊 我們是不是Live的沒有板 來來來 欸 我可以走了 3號特寫 3號3號 3號 不要特寫我了 好 等一下 特寫他論硬論硬 是 這對 好了 然後這個牛奶 那麼你加 好啦 我幫你熱這個啊 好 好不好 好 這個 加進去 然後呢 打一下 對 把它 打散就好 這其實蠻簡單的 對啊 很簡單 然後我們再把 蔥餅粉放進去 300克放進去 攪拌一下 也是攪拌一下 我們剩下15分鐘的時間 所以那個Fred會來幫助我 沒問題 好不好 好 這個其實在一般 一般的女生 在家裡也可以做 很簡單啊 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你叫的東西 都蠻 蠻適合一般 在家 家裡單一個人的 一個人的料理 一個人的料理 因為我就是一個 喔 你一個人喔 我一個人 欸 剛好耶 4號沒有一個一個人耶 4號機 一個人 一個人 我明天就要出家了 明天就要出家了 不用Cue沒關係 欸 他很會打蛋耶 沒關係 沒關係 我明天就出家了 打到什麼程度 什麼東西打到什麼程度啊 當然是說這一鍋啊 喔 這一鍋打到什麼程度 問你 這你的菜 滑順就好了吧 當然就是把粉跟那個 全部對混合均勻 對 不要說你一塊一塊的 這樣子好不好 好 這時候我們把奶油 丟進去 加進去 對 把它融掉之後加進去 奶油是60 還有一點點 長得像葛優 葛優是誰啊 葛優長得什麼樣子啊 大龍 我知道葛優 葛優 長什麼樣子 葛優很帥耶 哇塞 就是那種比較型男 劉安婷我知道 來 留下你個人的聯絡方式 他想說我只是回話耶 我不想要 粉要過篩嗎 不用 不用過篩 好不好 如果你買的 應該這樣說 如果你買的是 調好的鬆餅粉 就不需要 但如果是自己去 那如果說你自己 自己調的麵粉跟糖的話 就需要 喔 有人說是干貝呢 干貝吃掉了啦 干貝 你真的吃了喔 干貝 是另外一半是我的 你吃掉了 吃一半啊 他說他只吃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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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半是決定吃啊 另外一半是我的啊 你真的以為你特別來 不可以吃到另外一半喔 我裡累了 我是準備一顆耶 好了 我們現在已經打散了 那你來煎 我要幫你處理那個 香蕉的部分 好 你用這個好了好不好 好 太好了 我剛剛說沒有東西可以用 開一下 那看要多厚 我們要先開小火 啊 我忘記陳老闆說不能蹲了 我忘了我忘了 陳老闆 好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七局上半韓國隊打擊 4比2 好吧 現在4比2喔 男的接受嗎 Peter你男的OK嗎 男的 可以 他可以 他說可以 可以當朋友 沒有問題 你等一下幫我擺盤 鬆餅你要多大 不可以那麼大啊 你這次要怎麼擺盤啊 所以我現在問你了嘛 不是我以為你會做個愛心 什麼吃的給Peter 沒有行 我對Peter沒有愛心 只有一攤 只有一攤 你說說我今天孔牛來 我可能可以創造出一個愛心 但是Peter來只能這樣子 真的只能這樣子 這是最漂亮的樣子 好吧 Peter4號機 這樣可以接受嗎 我沒看到什麼東西 我看不到 你沒有手機開 開我們現場 對啊 怎麼幫我們分享Peter Peter你搞什麼 你手機沒有看 可以可以 這樣可以 可以隨便 圓圓的 鬆餅女生吃下午茶 鬆餅就是圓的 切一塊一塊就好了嘛 所以我們香蕉是要切 對半對不對 對 沒錯 陳小板 黃美 我們要準備的有香蕉喔 香蕉 可以可以可以 不應該這樣拿 香蕉這樣拿 怎樣 你自己在IQ啊 我在看這個 你自己IQ喔 切一半啊 切一半 好 還沒還沒 這邊還沒齁 其實我每次拿到香蕉 我都對它 不好下手 怎麼會 獨物詩人你知道 不會 獨物詩人是這樣用嗎 我不知道耶 獨物詩人 Peter吃鬆餅就飽了 手機塑膠 我覺得切香蕉還是你的專長 好 算了我來了 真的 可以了嗎 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 沒有看到這樣已經凝固了 一片凝固了 那你這樣要怎麼翻 我選你啊 還沒啊 可以可以了隨便 蛋包飯 可以 蛋包飯 沒有你這叫熔岩 熔岩鬆餅 因為等一下切裡面是不熟的 對對對 沒有那個叫舒芙蕾 熔岩 就說熔岩就好了 熔岩聽起來像熔岩 不是不是賣那個 熔岩是賣那個 不是不是不是 零菇塔 不是不是不是 對不對 那是熔岩嗎 對啊 我覺得OK啊 可以了啦 可以啦 拜託 而且我剛剛學的是我師傅Fred的手勢 你看是不是 一二三 是不是 可以 可以 行齁 有人說我到底看了什麼 靠我翻鍋啊 捲一捲當可麗餅 可以啦 哇 而且等一下我們都要切 隨便 隨便 好啦大家記得今天這個鬆餅是小火 妳要不要把 然後有點燒回家 燒回家什麼 燒回家 是為了顏色漂亮 我們說的巧克力香蕉 我們指的不是巧克力醬 我們指的是它看起來像巧克力 對不對 對啊當然是啊 你以為我們的名字這麼膚淺嗎 對啊 拜託被你們猜到是就巧克力醬 那還叫做我們料理節目嗎 拜託 你們懂什麼啊 傻傻的拜託 真的是 這樣對嗎 對啊 你好喔 你真的不是很喜歡PL 你這樣是能看喔 可以啦 你要哪一面 巧克力色在上面還是金黃色 巧克力色上面 因為我們等一下可以撒一些巧克力在上面 可是妳這邊是金黃色耶應該喔 我另外一面是金黃色喔 這邊會比較好看 好啊 這邊好了 這邊也可以 我已經夠爛了 你還幫我弄得很這麼爛 不是啦 我這樣跟你剛剛那樣有差別嗎 差不多有多多啦 我有點搞不太清楚了耶 我有 可是Peter你放心 這是好吃的啦好不好 那我們煎香蕉 香蕉是 我們沒有那個脫皮 我們就下去切到對半 然後再把它煎那個 焦糖嗎 對 你的臉是奶糟喔 我把它噴到我啦 兩面都要煎喔 那我問你 水果方面可以放自己想要的水果嗎 可以啊 可以 可是Peter的香蕉就可以了啦 香蕉很棒喔 他想怎樣 本來那個芒果要切給他就算了 不用啦 你帶回家啦 芒果有點淘汰預算 4比3追回1分了 水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加芒果了 有人說這是鬆餅還是煎蛋 傻傻的 鬆餅煎蛋哪 真的是懂啊 他火再開大一點點 我們要加焦糖齁 好 哪有兩面 那鬆餅看起來像蛋餃 你不知道Peter最喜歡吃蛋餃嗎 我是用心良苦耶 真的是 是 有全雷打了 真的嗎 全雷打 怎麼可能 全雷打 你在幹嘛啦 蔡美姐全雷打呢 全雷打呢 有人說榴槤啦 榴槤 榴槤 加榴槤 可以加榴槤嗎 如果Peter喜歡的話當然可以啊 可以啊 沒錯 對啊 可以嗎 有焦糖的嗎 一點點 還沒有 看這個 有嗎 有 再一下 OK的 等一下叫Peter連香蕉皮都吃了 好不好 有點可甜 我要幫Peter試吃一下這個 不是啊 你要不要幫他 好啦 我們加一點巧克力醬好了 看一下很好吃耶 真的啊 很像那個 我們在外面買那個雞蛋糕 不錯 真的很好吃 欸你吃這個 吃這個外面脆脆的 我跟你講 你吃這個外面脆脆的 鍋裡煎焦焦的 外面脆脆好好吃喔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要幫他排一排嗎 不要 你幫他 你真的不幫他排 你知道我要怎麼接啦 不要 我想說我一個很直把 這直接回音說我不要 你不要這樣直啊 好 幫他排一下盤 對啊 拍完了 拍完了 可以啦 啊 要不然就這樣好了啦 OK啊 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那你要送哪一隻 就很棒啊 OK啊 就這樣 Peter單身的晚餐啊 OK吧 好不好 OK啦 那我們過去陪他好了 好啊 那我先過去喔 好不好 好啊 你確定就這樣喔 可以啊OK啊 OK喔 劈了又不是在幹嘛 多帶一點這個 稍叉過去 欸 幹嘛 我們來弄他 我們來弄他 加這個 真的假的 我們亂搞 等一下你拿一個小盤子 我們現在亂搞他 我們現在亂搞他 快點 有小盤子嗎 快快快快快 快一點 那我要擺盤了 我要擺盤 我裡面加 我裡面加大蒜 沒有 等一下 我要剝皮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把它塞裡面 塞裡面 啊 哈哈哈哈 你看 我不到老師 我 小心 這個啦 好 算了算了 等一下 等一下 香蕉不用剝皮嗎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再剝皮嗎 你要加什麼 你要加什麼 花椒粉 快快快 我知道玄泥在旁邊點綴 讓他裡面吃的到可以 讓他裡面吃的到可以 好 可以嗎 等一下等一下 那你不幫他擺盤一下嗎 幫他擺盤一下啊 幫他擺盤一下啊 要啊 要啊 我們切點香蕉去 哦 把它放在上面 欸我覺得很棒 等一下就要一口吃 這樣 好 等一下等一下 還有巧克力 因為是巧克力香蕉鬆餅嘛 喔 欸 很漂亮耶 你真的是 可以喔可以喔 我覺得這樣不錯耶 OK 那就這樣子喔 那老闆我過去囉 等你過來一起享受我們吃 好 來了來了 等一下 我們要自己拉 等一下等Fed來的時候 再一起吃喔 欸 Peter 這個 這個是香蕉巧克力鬆餅 法式一定要一口吃 好大一口 你可以把香蕉弄小一點嗎 你剛剛好喝嗎 喝一點點 媽的 你不是喝了 我一口吃完喔 一口一口 一定要一口 一口啦 這是懲罰遊戲嗎 你用這個很乾淨 我用手拿啦 我知道了啦 Peter 沒有喔這樣子 這樣子咧 這樣就可以啦 一口一口 補起來補起來喔 一口 好一口 哇 真的一口耶 好爽喔 好吃嗎 Peter 不好意思 什麼不好吃 不好吃也是他做的 哪吃啦 是Fed的牛排 謝謝 鬆餅謝謝 他已經好吃到 你有了名字 忘記叫什麼了 好吃嗎 可是你吃什麼感覺啊 好吃嗎 你要講一下口感啊 其實外皮好吃啦 外皮是酥的 你看外皮是我煎的吧 他其實外皮是酥的 外皮是我煎的 你知道嗎 內餡是Fred用的 然後吃到蒜頭 所以他第一次沒有吃到蒜頭 我沒有吃透 我剛剛看到蒜頭掉出來 難怪你說他怎麼無感 對啊 無感啊 鬆餅好吃吧 雖然說我煎起來 除了蒜頭之外 其實不難吃 蛤 他加了很多什麼自然啊 對啊 我現在吃啊 花椒粉跟蒜 蛤 吃不出來 吃不出來 因為巧克力味道都蓋掉了 你的味蕾怎麼了 真的吃不出來啦 真的嗎 斑斑 蛤 蛤 斑斑嚇死了 好不好 你全部被巧克力味整個蓋掉了 不要加巧克力 對啊 想說擺盤 讓你好盤一點 加一點巧克力 蒜頭滿有味的 還不錯喔 這樣你講話可不可以靠 先不要 先不要 先不要好不好 這雙胃有夠重的 重頭未重重的好不好 那你要不要對 你對前面好了 不要 這禮拜是七夕情人節 要不要對一些跟你一樣是單身的人 講一些共勉 就是或者是鼓勵的話 我都單身了 我要講什麼共勉跟鼓勵的話 所以大家加油啊 大家加油 謝謝 謝謝 謝密喔 謝誰啊 你就是這樣才會變單身 你要現在開始講一些你的優點 然後你要推銷自己 推銷自己啊 對 我很會打蛋 很會打蛋 喜歡打蛋的 或是家裡是開早餐店 美而美的 需要一個好的助手 未來可能成為一個好的女婿 乖乖的話可以找皮特 對 我可以幫你打蛋喔 之後打蛋喔 再多不行 怎麼加奶茶啊 那個可能沒辦法 那沒辦法 可能會變成 蛋蜜汁之類的 蛋蜜汁之類的 好 那就只有打蛋好不好 也今天謝謝菲爾的 教我們做的 單身情人節套餐 祝田天下的情人 有情眷屬 有情眷屬 所以大家都有眷屬 有情啊 有情的家眷 大家都很開心 所以大家都可以趕快離開單身 然後情人可以趕快走到 就是邁入婚禮的 然後迎向美麗的幸福未來 好不好 OK 好啊 別吃了啦 大家晚安樂樂 拜拜